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于4月21号下午出席了在加州长滩市举行的种族关系研讨会 发表了简短演说并接受了来自西藏、蒙古、台海两岸代表的提问 请看洛杉矶传来的报道 达赖喇嘛表示 中国如果有民主及新闻自由 西藏、新疆、蒙古等问题都能快速的迎刃而解 13亿中国人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他相信了解真相的中国人能够分辨对错好坏 藏人没有要求独立 只求能自治、发展西藏及保存藏传文化 中共政权操控媒体将达赖喇嘛妖魔化 他在现场开玩笑的说 请大家看看他头上有没有长恶魔的脚 研讨会现场不时传出真正笑声 达赖喇嘛给人的感觉是一位十分幽默慈祥的长者 他透过翻译表示 很高兴大家能在美西自由交换意见 但也感慨中国人有许许多多受苦的同胞 希望在场来宾们持续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努力 不要失去信心 中国一定会改变 现在各地民众上访抗议不断 但中共至今只会用高压统治 让局势越变越糟 中国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法治化 才能解决问题 达赖喇嘛重申 自从2011年西藏选取出新的政治领袖后 他已完全从政治上退休 目前致力达成两大宗教使命 一是提升爱人等普世价值 二是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 他勉励众人追求增长内心的智慧 及为他人谋福利的心 人生就会充满阳光 清函记者少可琼 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